自古以来 地处云贵高原东部边缘的花园县 有着西南门户之城 这里山水相依 古渡百周 与优美风光相呼应的 是根植于此深厚的苗族文化 因特殊的地理环境 这里苗族原生态文化保存完好 但受交通闭色影响 花园县成为湖南十大贫困县之一 作为当地苗族人民的传统工艺 苗绣在这里广为流传 苗绣对于这里的妇女们来说 是最容易上手的技艺 所以希望她们能够在家门口 有一个稳定的就业机会 我们就选择了苗族刺绣 作为产业的主体 在创客十家返乡经营后 短短的时间里 改变了当地的贫困状况 让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代表性项目苗绣 走出山村 走进全国 走向国际 整个花园县石兰镇 有19000余人口 留守儿童的数量 居然达到了1200人 因为没有健全的产业 大部分年轻人为了生存 不得已要外出打工 为了改变现状 让留守儿童的妈妈们回家 2017年7月 石家创办的湘西七秀坊 苗福市文化公司 在石兰镇成立 他聘请四位苗绣老师 吸引乡镇留守 和外出打工妇女 带心培训三个月 合格后 与公司签约上岗 妈妈们在家务农 和照顾老人 小孩的同时 有了稳定的劳务收入 这就是让妈妈回家 而后 他们又开办实体店 推广自营产品 创新了管理和销售模式 开辟的线上线下 相结合的销售方式 并顺势将苗绣作品 带出锅门 为了吸引更多妈妈回家 七秀坊抽调骨干 兴办多家苗绣合作社 注视飞宜资源 转变为优质的脱贫致富动力 实现了飞宜的鲜活传承 也圆了湘西农村妇女的 回乡就业梦 让删去儿童的心灵和身体 不再留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